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是最后他的河苗全都枯死了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小朋友们 跟着皮皮一起去看看成语 亚苗助长的故事 找找答案吧 战国时期 宋国有个农夫种一大片稻田 这个农夫是个急性子 做什么事都想快点得到结果 自从河苗被种下后 他每天都要去稻田里看看 希望自己的河苗能快快长大 今年能有个好收成 可是呢 一天过去了 两天过去了 三天过去了 这河苗啊 好像一点都没往上长 农夫非常着急 在田边不停地转来转去 自言自语 自言自语 哎呀 哎呀 我得想个办法 让我的河苗快快长大 过了几天 农夫终于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瞧 农夫撸起袖子和裤脚 走进田里 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弯下腰 用手抓住河苗 一颗一颗的往上拔 农夫从早晨拔到了中午 又从中午拔到了晚上 终于将田里的河苗啊 全部都拔了一遍 农夫回到家后 迫不及待地对家里人说 哎呀 今天啊 可把我累坏了 不过 力气也没白费 我们家的河苗啊 长高了一大劫呢 农夫的儿子听完 非常诧异地问 一天的时间 您做了什么事情 能让河苗长得这么快 农夫插着腰 得意地说 哈哈哈 也没什么啦 我就是把河苗啊 一颗一颗的拔高了 今年我们可以大丰收啦 农夫的儿子听完 脸都黑了 急急忙忙地跑到田里 结果发现 天里的河苗全都枯萎了 这就是亚苗助长的故事哦 接下来呢 欢迎来到皮皮的成语小讲堂 亚的意思就是拔高 所以也可以说拔苗助长 亚苗助长的意思就是呢 把河苗拔高高 帮助它生长 后来啊 人们将这个成语比喻为 做事急着要取得成功 没有一步一个脚印 最后啊 就把事情给搞砸了 小朋友们 学习和种河苗一样 不能亚苗助长哟 就像河苗啊 有它自己发芽 生长 成熟的规律一样 学习呢 也要从打基础开始 一点一点的积累 我们啊 不能还没学会走 就想学会跑 这样只会让自己受伤啊 所以 小朋友们一定要记住 不能犯亚苗助长的错误哦 那今天的成语故事时间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